微微安 什麼樣新作的人 會為了成功委屈求全呢 好 很多人在失敗的時候 都拉不下臉來 但是這三個在失敗的時候 都能屈能伸 而且為了成功委屈求全 我們來看這三個很厲害的新作 首先金牛座就是很厲害 他做任何事情他不覺得是吃苦 他就是度過現在 比如現在沒有錢繳房租 做什麼工作都可以 房租繳就好了 他是目標取向 或是現在生活過得不如意 要打很多電話沒有關係 只要孩子可以養大 就好了 所以金牛座的毅力是非常驚人的 而且他有自己的目的性 再怎麼吃苦 他都可以當成是一種磨難 演藝圈最有名的案例 比如說像田莉姐 是性感女生 當初他轉型 變成演技派女明星的時候 就吃了很多苦 演了很多鄉土劇 然後不是穿名牌的衣服 但是最後也印證了他的演技 周潤發拉 李連傑 這些都是金牛座的 反正吃苦當吃補 沒有身段就是了 他很OK的 那第二名呢 天蠍座 那更是比金牛座更厲害的狠角色 他是會把屈辱當成一個動力 因為有時候人在失敗時 總是會有人欺負你 猜你 他每天就想著敵人的面容 每天就看著敵人的照片 每天就化悲憤為力量 所以這個是他最厲害的一個點 所以天蠍座成功藝人太多了 你說像郭富城 天心 最有名的案例就是劉曉慶 我們可以為他拍拍手 他的確是在成功的這條路上 是所向披靡的 第一名最厲害的是摩羯 我們今天提到的 驗譽一席膠水就是摩羯座 沒有錢的時候 他是願意去當房仲業者的 周杰倫以前摩羯座 他也在Piano Bar彈過鋼琴 對摩羯座來講 只要我成功 什麼目的都無所謂 什麼樣的手段都無所謂 只要最後的結果論是好的 過程怎麼樣 沒有人在意的 所以摩羯也是狠角色 無論如何這些狠角色 你先身段放低一點 只求成功 到時候你真的成功了 紅了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人就是怕什麼 紅了以後變成不紅了 那個苦真的是點滴在心頭了 是 王傑今年52歲 一場遊戲一場夢已經半百了 對 當年 其實27年前 七匹狼 七匹狼那部電影創下 當年7千萬的票房紀錄 你看有多好 你剛剛講的 一場遊戲一場 一場夢 他那個歌 在那個冠軍排行榜 排行多久 半年沒有下來 多紅多熱 可是在那個最紅的時候 他突然有人講說 我不行了 我受到皮包股 有人在我的那個裡面 給我下那個水銀下藥 就我倒嗓了 所以就突然就說 我要淡住 我要退出了 就果然就休息了 休息了兩年之後 他就跑去加拿大移民去 突然又回來了 回來之後 他就調整 加入了英皇集團 英皇集團不得了 謝霆 楓 榮祖 以前陳冠希還有TWINS 這麼多大牌的英皇 王杰加進去了 這一簽約簽多久 簽10年 表示很有信心 可是因為他再調整回家 他希望說 我不要那麼累 像以前那樣累得半死 所以都是 他想要做什麼 英皇再幫他做 但是所以這中間過程 就很多事情 他是不願意去接的 所以慢慢... 他的很多的活動 就是覺得跟以前的 就沒有像以前 像我們剛剛講 那個七皮狼或什麼那種紀錄 就回不去了 拍了很多的電影 也出了很多的唱片 總共出了五六十張 五六十張這麼多 可是就是沒有辦法趕上以前 像七皮狼 一場就一場 都趕不上那個進度 那麼好 有一天他突然就覺得 他在吃飯的時候 就突然後面有兩個女生在對話 就聽到有個女生指著他的背說 那個人喔 那個人就是個過氣的歌手吧 他一定整個人冒冷汗 然後他那個英皇最後那一年的時候 他就寫了一首 寫了一首歌 我知道我已經是一個 已過氣的歌手了 我知道 他自己寫這首歌 我知道我是一個已經過氣的歌手 2009年 而且這個樣子 完全不像以前那個樣子了 對 你看 真的是實不為語 他寫完之後 跟英皇就結束了 他寫這首歌自嘲 可是他真的是 王傑自己作詞做語自上寫 你看感傷 你看光輝歲月慢慢變暗淡的時候 你也開始鄙視我 對 後來跟英皇結束了 他自己在休息兩年 在想不行 我不願意就這樣子就離開了 他轉戰大陸 因為大陸現在非常的火紅 他又能唱歌 他還可以去二線三線的城市在場 但是他毒蛇又來了 他竟然批評說 他去當評審 他說我覺得 現在這個香港歌手都不會唱歌 這樣這個話 好啦 正一下他們說 你在罵誰 你在罵張學友嗎 你在罵陳奕迅嗎 對不對 好 他就 他也就沒有講話 後來他更是 他有一次在評的時候 成龍的徒弟來比賽了 他竟然把他給刷掉了 投汰掉了 他們說你完了 你得罪了成龍 你好歹給他過關 對不對 好 這時候 他就又從評審席上又消失了 好 可是這一兩年 他又努力振作 他說 我要辦一個演唱會 五月份 他說這是我 對 這是我告別演唱會 我唱完之後 此生瘋邁不唱了 有人傳出來說 他是不是身體不好 得了什麼疾病 是不是身體健康什麼… 有種很奇怪的病或怎麼樣 不然怎麼會說 我五月份 這是我人生最後的演唱會 是不是這個樣子 但是王傑好 一下就是爭議不斷 可是他的爸爸又說 他身體健康很好 所以王傑到底 這五月份唱完之後 會怎麼樣 大家不知道 可是我總覺得說 王傑好其實可以再站起來 沒有那麼過氣 因為到52歲了 還再站傢伙對不對 再給那些掌聲 所以這邊說獨家驚爆 所以王傑患絕症 就是這個 可是這個沒有證實 他是說 他說 人中虛一死 他還講這個話 所以五月份 我們拭目以待 他的告別演唱會 真的耶 王傑 我們小時候也是聽他歌 對不對 真的 人這個高低起伏 有時候看到這些人的起起伏伏 後來這個心情 我都會覺得說 我們還是平平淡淡的就是幸福 感謝您收看 禮拜一到禮拜五晚上十點鐘 中天娛樂台新聞與熱鬥 拜拜